2024年7月初去日本做田野调查时 我特意去看了看靖国神社到底长啥样子 但在去靖国神社之前 我打算先去实地看一看靖港县热海的兴亚观音 许多中国人不知道兴亚观音是什么 简单点说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血症 1937年12月 清华日军攻占南京后 在南京城实施了长达六周的大屠杀 杀的南京尸骨堆积血流成河 指挥日军攻入南京城实施大屠杀的恶魔 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松井诗根 这个畜生在情报部任职时 有一节是中国留学生 后因这些留学生在民国政府担任军政要职 松井诗根凭借这层人脉 在中国军队担任过武官 在中国生活了13年 并搜集了大量情报给日本军方 1937年 清华战争爆发后 畜生松井诗根因松虎会战 伤亡了4万日军 为了发泄满腔愤恨 带着10万日军对南京进行了血腥突成 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 世界各国谴责日军违反国际条约 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 在国际舆议压力下 日本停止屠杀 畜生松井诗根被召回日本 回日本前 畜生松井诗根要求士兵收集十罐南京泥土 而且必须是浸满中国人鲜血的泥土 回日本后畜生松井诗根找到谷岛安二 希望找快递修建一座观音院 以此来纪念两万三千名牺牲的部下 谷岛安二便将伊豆山泽岭的祖传土地 送给畜生松井诗根 让他健堂立项 畜生松井诗根请来逃一家柴山清风和嘉腾春二 将中国的血土混合进日本的紫沙山泥 铸成一座高三米三重六百公斤的紫铜色观音像 但这座观音并不按座北朝南的传统规则落座 而朝着西南方向的南京 以表达自己将中国永远融入日本兴盛东亚的念想 兴亚观音像的唐扁 由南京大屠杀执行者朝向宫鸠宴提携 由松井诗根的狂热崇拜者一旦人力处持 1940年2月24日由大道彻水进行开光 之后松井诗根就住在伊豆半山腰的书斋里 1945年日本战败 8月畜生松井诗根被国际法庭逮捕 1948年12月跟其他7名甲鸡战犯一同被绞死 后被拉去火化 甲鸡战犯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 火同火葬厂厂长飞铁美善 在焚尸炉铁门打开的瞬间 用带钩的铁签掏取了7人少量骨灰藏起来 并悄悄让战犯家属们祭奠 巡逻美国宪兵发现了祭奠家属 将骨灰罐摔碎后扔进五主骨灰丛葬坑 这时候骨灰其实已无法分辨 三文字正平和飞铁美善不死心 又潜入丛葬坑 挖出了他们认为的7名甲鸡战犯骨灰 1959年 同盟国此时已不再对日本军事占领 日本人将骨灰放置在新亚观音院旁 并立了七十之碑 供日本人参拜 1971年12月 日本左翼活动家大道寺将司 在新亚观音巷七十之碑 大东亚战争列国战死 一千零八十六零为供养碑下埋放炸药 但只有七十之碑准时爆炸 给炸成了三截 其他两样没有受到损伤 有传言 2021年7月 观音巷因暴雨引发的山洪冲回 但并没有实证 网上从没有见到照片 因此我想去热海一斗山实地看一看 了解下这个号称 小静国神社的日本军国主义代表地 是不是真的已经不存在了 我那天从鸣鼓出发 由一名日本巷岛一路陪同 先乘J2线到达热海 之后乘公交车 约某走了四五站 便来到一斗山山脚下 差一句 日本所有公交系统都非常昂贵 他们的公交系统都属于私营企业 公交车起步价 一般230日元 约合11元人民币 是中国公交车的五倍 山脚入口处 有两个明显的星亚观音入口 我公布着星亚观音没有被破坏 要不然不会这么明显地引导别人进入 网上流传的信息应该是错误的 沿着这条小路往上走 一路都是星亚观音院的指引牌 十分钟后就可以见到入院的小径 非常不巧的是 我去的那天是周日 尽管是下午三点多 但院里的主持下山去了 今天不开院门 我那天背着双肩包 又拖着行李箱 一看就是外国游客 在山径上扫地的开门老头 十分警觉地盯着我 等我到达入院小径前 正翻锁过去 走了四五步 他便上前阻拦 我的日本向导赶紧向他致歉 为了不多声事端 我便不再强行往前走 因为第二天跟东京的向导 约好了要去看静国神社 新亚观音就此错过了 在日本的其他中国游客 如果有时间 请你们替我去看一下 这座观音院 看看那座 浸满南京人血肉的观音像 还在不在 也看看日本人 是不是传说中的 名玩不灵 第二天我到达东京 下午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静国神社 日本领导人 经常不顾中韩两国强烈反对 常常去参拜静国神社 我倒想看看 这里面都有些什么鬼怪 原来静国神社入口 就在东京千代田区 九段北三丁木大马路旁 如果没看到神社旁的石碑 普通人很容易误以为 这是一处公园的入口 不过有一些日本文化知识的人 会知道 那个像开字的大门 代表着此处使日本神社 我看到一些年轻人 走进神社时 会突然停下来站定 拍两下手掌和石 向神社鞠躬敬礼 我向导说 这时日本人 见到神社时的自然反应 拍掌和石鞠躬 是他们见到神社时的 普通流程 进入经国神社后 向前走几百米 都是开阔的平地 像一个小广场 里面还有大量放学的日本小学生 穿梭而过 向导说 神社是完全随意开放的 管理并不严格 已经被本地人 当超进路的路线 所以可以见到各种上班族和小学生 再往前走两百米 就是进国神社核心所在了 其实就是一个 日本乡下常见神社的样子 就是个小屋子 里面空荡荡的 只比我见过的 其他乡下神社大一点 整体模样 几乎一模一样 再走到神社跟前 可以看到一些日本人 正在朝里面参拜 无论是参拜方式 还是神社的大智晨社 跟日本其他神社 没什么区别 靖国神社跟其他神社不同的是 其他神社由内务省管辖 靖国神社由日本陆军省 和海军省管辖 是典型的国家神社 靖国意思是镇户国家 里面供养着246万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 为天皇战死的亡灵 其中1.4万人死于日本国内战争 其他所有人死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 1978年的时候 14名甲鸡战犯的牌位 也被放入境国神社 松井诗根 东条英姬 土匪元贤二 广田弘义 百元征司郎等 对外侵略屠杀的畜生们 都被供奉于此 后面 我咨询一些日本人 为什么要把他们供奉在这里 他们都是含糊而隐晦地 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 但原意是这样的 他们都是为日本人 开疆拓土的英雄人物 所以要供奉他们 是的 在其他国家眼里 他们是肮脏的禽兽 但在日本人眼里 他们是为国家 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 手段是很残忍 但又不是对日本人残忍 他们还为日本 抢来那么多财富和资源 是一定要纪念他们的 当然你要当场质问他们 他们会非常模糊地说 在日本人眼里 从撒满教 演变而来的神道教 主张万物有灵 一块石头 一棵大树 都有灵魂 万物死后都成佛 死后生前罪孽一笔勾销 成为神界的普通一员 他们认为 死人成佛成神后 对活人充满善意 对死去的人 进而尽之 认为祖先在近旁 会感到安心 大概就是这么个解释方案 当然这是对外用词 他们内心语言 还是觉得 这是他们的大英雄 帮他们开疆辟图 抢资源 是要拿来纪念的 其实靖国神社 没啥好看的 有大量实质内容的 是他们的游旧馆 游旧馆就在神社内 到达靖国神社 主体建筑后 向右转 走一两百米 就可以见到游旧馆 这是一间 1882年修建 面积达1.2万平方米 专门用来讲述 日本战争 与侵略时的战馆 买完票 进入优旧馆 一楼放着一个 巨大的零食战机 上电梯到二楼 就是好几个 二战时日军的雕塑 他们的雕塑 一脸坚毅气苦 极力表现出 他们所谓的 勇敢的日本军人 为解放东亚 艰苦作战的无畏模样 二楼开始进入 他们的正式战馆 主要讲了 各时期的战争 其中第六馆和第十馆 跟中国有关系 第六馆是讲 日清战争的 主要炫耀他们 将清政府打败 并美化自我 说他们 帮助朝鲜完成独立 第十馆 讲的是清华战争 但他们呢 不叫清华 展馆明写的是 支那事变 也就是至今 日本都不承认 他们发动过侵略战争 更加不用提 为侵略中国时 造成的 三千五百万伤亡的 中国人致歉 这个馆里 所有关于清华的内容 全部轻描淡写 战争都被描绘成 中日军队发生冲突 而不是他们来 侵略中国 杀人放火 之后几个馆 就让我们彻底 看清了日本人 是怎么看待 他们二战侵略时的 这些展馆的墙上 密密麻麻挂满了 在侵略战争中 战死的日本军人 黑白照 他们叫御前影 我数了一下 每幅大矿 有120张照片 全馆80大矿 共计9600张照片 里面有大量 清华战争时 被我国军民 打死的日本鬼子 在最后几个馆 看到墙上 还挂了一幅这样美化 他们侵略时的言论 翻译悄悄翻给我听 说这上面说的是 正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 日本击败了沙俄 促使了亚洲各国的 独立运动 才会出现干地党 率领国民 摆脱殖民的国家领导人 日本为亚洲的独立运动 做出了巨大贡献 很明显 晋国神社和游旧馆 都在表明 日本人内心深处的 真实立场 他们从来没有 对外发动过侵略战争 更没有做过那些 反人类的残忍行为 他们是迫不得已 卷入二战 他们在亚洲的战争 都是为了帮助亚洲国家 完成独立 而侵华战争 是因为中国人 不理解他们 跟他们发生各种 军事摩擦造成的 我问询一些 在日本读书的华人 他们的儿女 在日本学校读书 里面是怎么讲 侵华战争的 他们都同意表示 整个侵华战争 只有豆腐块大小的内容 几句话讲完 说日军曾侵入中国 就没了 15年侵华历史 3500万伤亡 几句话就交代过去了 有救管理 亚根媒体南京大屠杀 但是我东京的向导 帮我搜集到了日本人 在正式书籍和教科书等 其他场合 里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 所有书籍 对南京大屠杀 都是淡淡其比 一般都说在南京有冲突 或者有杀了士兵和平民 但具体算不算屠杀 还在争论当中 总之就是 不能有南京大屠杀 这个名词确认 最多承认 在南京有杀过人 上面提到的是 神社展馆书籍里 日本人关于 清华战争的态度 但要是逮着一个 活生生日本人 他们是会怎么回答呢 我在日本一共问了 三个日本人 他们知不知道 清华战争 他们会微微犹豫一下 然后说知道 我说那历史书这样写 你们怎么看 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 三个日本人 说出了一模一样的话 他们说教科书 实际上是在 美国人要求下编写的 这不是他们日本人的 真实想法 是美国的想法 他们的意思是 你要怪 就怪美国去 这跟我们日本无关 在跟一个日本人聊天时 聊到中日之间的仇恨 我说中国大部分民众 确实挺恨日本的 确实有部分民众 恨不得一平中情 日本人赶紧说 日本不配做中国的对手 中国的对手是美国 你们应该跟美国竞争 不要太着眼于日本 我能深深读出 日本人对于今天 强大中国的恐惧心理 极害怕中国复仇 也极渴望转移矛盾 让中国跟美国打一仗再说 我在采访一个日本女生时 问她35岁 为什么不生孩子 她也说 现在日本经济越来越差 中国也要侵略日本了 怕孩子生下来受苦 所以不生 我感到不可思议 说等等等等 中国侵略日本 我想到说 日本媒体一直说 中国吞并了香港和澳门 还暗示中国打算吞并台湾 侵略日本 并且报道中国时就说 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一带一路 是一种债务陷阱 日本人前一幕话下 都默认中国越来越强大 迟早要侵略日本 把我当场听得一愣一愣的 2024年7月初 在我亲身经历或目睹了 新亚观音院 建国神社游旧馆 日本教科书 并和日本人当面沟通后 我基本确定了 大部分日本人 面对历史问题时 到底在想什么 一 日本人认为 他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 都不是侵略 是为了解放亚洲 帮助亚洲各国 完成独立的正义战争 二 他们在南京 有杀过人 但性质不能确定 更不能说南京大屠杀 三 他们是被迫 卷入战争的 他们是唯一被核爆过的国家 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 二战后的军事审判 是战胜国队 战败国的欺压 那些甲鸡战兄 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要供奉起来 四 如果中国人 要怪他们书籍 什么的不正确 那也要甩锅给美国 这一切都是美国干的 不是日本人干的 清华历史 最好可以蒙混过关 实在蒙混不了 以后再说 五 目前中国越来越强大 指定是打不过中国了 但希望中美之间 能爆发一场战争 最好打得两败俱伤 我日本可以坐山观虎斗 说不定还可以摘桃子 这就是日本人真实的想法 他们向别人 磕磕气气 居完功后 绝不会说出内心的真实意图 他们一直企图 对历史蒙混过关 除非有人摁着他们的头 面对历史 否则他们自己 是绝不会承认 真实的历史的